罗伯逊,霍金斯是个伟大的球员,跟他玩得很开心 2022年2月12日,斯诺克球员锦标赛决赛阵容诞生 尼尔·罗伯逊在一场并不精彩的半决赛中 6-1轻松击败吉米·罗伯逊,将在与霍金斯争夺冠军 这也是两人基本赛季大师赛后 第二次在决赛中相遇,尼尔·罗伯逊在开赛后似乎毫无压力 首局就打出单杆86分,并在随后取得3-0的领先 第四局,吉米·罗伯逊在延分的情况下轻光彩球 并在争黑环节中抓住一次远台机会,追至1-3 休息归来,罗伯逊连胜3局,6-1轻松取胜 本场比赛并不精彩,吉米·罗伯逊全场没有打出50加 尼尔·罗伯逊仅有的三感高分为87、55和53分 21次排名赛冠军尼尔·罗伯逊,将第35次亮相排名赛决赛 对手是巴里·霍金斯,这是两人基本赛季大师赛后 第二次在决赛中相遇,两人的总交手记录中 罗伯逊以16胜10负1平的成绩,占据较为明显的优势 并且在最近的5次交锋中全部取胜 尼尔·罗伯逊在赛后表示,巴里将有很大的动力去赢得比赛 看到他回到另一个决赛中,这真是太棒了 他是一个伟大的球员,我们的比赛总是在良好的精神状态下进行 甚至在大师赛决赛之后,我们在赛后的聚会上也玩得很开心 当你对阵像巴里这样的人时,谁打得好谁就赢 这没有任何问题,吉米是一个伟大的人 如果看到他退出巡回赛,那就太可怕了 就在几年前,他还赢得了欧洲大师赛 他是一个你得习惯于在赛事后期看到的人 与顶尖的人对抗,进入决赛是一个巨大的奖励 这让我在巡回锦标赛中,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 我现在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 那是我在本周初的目标 罗伯逊6-1J,霍金斯VS 谢谢大家